好,我们来看坏处了 disadvantages,ok 所以,online learning has a few negatives 你看他没有讲negatives 什么东西,他只是讲negatives 加一个s,就是讲不好的东西 on its plate 在他的盘上,这是 idiom 来的其实,没有真的是有盘的 知道吗,所以你可以这样讲 他有几个坏处,你讲has a few negatives on its plate,这件事情 有几种,有几个坏处 they include,他们包括了 internet connection problems 这个我们每天都有遇到,对不对 最多等你,你等我,或者是 有时的放一下,放一下 听不到,怎么办 internet connection problems 或者是要play video的时候,你家自己没有internet play不了了,很慢 一直等不到,那一天的internet可能是很慢 也有可能,所以你要怎样讲 when there is a problem with your internet system 当有问题的时候,我讲了 there is 不是那里是, there is 是有 there are 也是有, there is, there are 都是有 当有问题的时候,你的internet system online learning就不可能了,就是真的是完全 impossible了 那一天,如果那一天,整天都没有的话,对不对 there is nothing you can do,完全真的是没有办法 真的是没有办法,对不对 slow connections,很慢的connection 所以我们讲,欸,internet今天很慢,讲讲讲,你要讲 slow connection,slow connection 不是slow internet啊,知道吗 是slow connections啊,ok slow connections are even worse 就是很慢的连接,连接很慢的话 更死,它意思是更死 even worse 当然,不是真的是更死啦 最死,当然,如果你想要比最糟糕 一定是internet没有 可是它讲这样的话更死,其实它就是 好像我们平时讲话这样,哇,这样更死了 因为你这样等,对不对,很疼 啊,这样的意思,就是讲话这样,这样来讲完了 ok,requires a good grasp of text skills ok,所以你们现在学了很多的text skills 其实不是我教的,是你们自己学的 因为你们近期内都一直在用,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可是它坏处就是 有的人真的真的他完全没有技巧 也是他真的是没有 就完全不会啊,怎么办 所以它就很难去online learning 去去适应online learning 因为online learning需要 需要啊,requires啊 你有一个掌握 grasp,grasp真的是这样去做啊 可是在这里讲的是掌握 哎呦,什么鬼 掌握啊,它需要好的掌握 对于科技的技巧 Tech skills,technology skills啊 那其实你写着,你不要写这样的short form啊,知道吗 知道吗,这是因为它比较容易讲,就平时人家讲话这样来讲的了 ok,so learning from a website 如果你在一个网络学习的时候,blog或者是在blog,有的老师他们会把资料放上blog or whichever online platform,或者是任何一个平台啦,都需要你去明白online technology 就是这个上网的科技,对吗,简单的一定要懂 it is not just about knowing how to start your computer 不是只是这样去开电脑 and getting to the site,还有去那个网站 不是这样罢了,you need to know how to navigate the screen 你要知道怎样转移那个screen 移动啊,navigate就是去使用啦 navigate可以用来驾飞机叫navigate 然后嘛,不是也不算 呃,导航啊,导航我们叫navigate 其实就是带你去这边,带你去这边叫导航 ok,so,驾飞机,驾船,驾车都有用到navigate这个字的 就是你要知道方向 所以你要去导航那个屏幕,screen是屏幕嘛 从这一面去到下面 好像我有个问题 你们导入了资料,对不对 每次我讲先导入,再看video,对吗 你之后哦,是不是很多人是 看了video按回多一次那个file的 你不是直接转去那个你已经导入了的file,对不对 如果你已经导入了的file,其实已经在你在computer里面 你知道吗 你看了video,你又按多那个link多一次,它是导入第二次的,你知道吗 所以你的电脑变很多file在里面了 如果是用电话也是一样 所以,ok,如果你不懂我在讲我 就是讲text cues,还不是很够啦,不要紧 ok,因为你的电脑电话现在位置很多的,不用怕 ok,所以 所以我们要知道怎样导航你的屏幕 this is very easy for people who are always online so,如果你常常都在online的,很容易的 on different sides,或者是在不一样,他们每次在不一样的网站 他们会的,ok 你上大学需要到这个技巧 所以你现在学到来差不多了,也是很好 很好,不用动将心鼓大学 they can figure out,然后他们就可以去想到 figure out就是找到办法,ok 找到 办法,我们叫figure out how to maneuver around a video 也是一样,maneuver跟navigate差不多一样 就是导航 他们可以知道怎样导航 在一个video,从video去到做功课那边 然后去回去 打字那边 task or test ok without such skills 如果没有这些技巧呢 online learning就会很stressful 所以你一开始学习的online学习 很stress,对不对 就是这样咯 现在会啊,会比较容易一点 ok legs the warm the face to face interaction ok 这个也是一个坏处 它缺乏了legs 是不是缺乏 缺乏了什么? 缺乏了我的温暖 warm 真的是温暖啊 温暖 就是 叫什么 面对面 这个真的是面对面 面对面交流的那一种温暖 温心温暖 还是怎样都好啦 ok 没有这样格力啦 这个warm 没有这样格力啦 在英文里面 我知道好像很格力 这样是不是 它讲的是缺乏了 就是我们平时交流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嘛 对不对 所以我每次讲 我喜欢这个放大一点 因为感觉你好像真的看到我这样 感觉上你会转型一点这样 对不对 所以我每次拉很大的 所以它会挡住这边 ok 不过 那个就是 我们讲的所谓的warm of face to face interaction 因为感觉真的是有人跟你交流这样嘛 如果是face to face 现在没有啊 你感觉不到我在跟你交流 我有啊 你知道吗 ok learning in a physical classroom is interesting 所以有时在 physical classroom 或者是traditional classroom settings 是比较有趣的 有时 ok and more involving 然后比较involve你 就是去可以 比较可以让你参与 知道吗 有参与性 as human interaction is present 因为有人在 interaction是交流啊 有人的交流 present就是有啊 存在了 ok there are classmates to connect with 有同学啊 可以跟你交流 跟你讲废话啊 对不对 所以我讲zoom开video 因为我们顺便可以讲 见一见同学 我们不会阻止你 阻止你跟朋友讲话的 反而你们在live的时候 你们没有讲话 老师自己跟自己讲话很长的 你知道吗 所以哦 如果是有connect 有classmate可以connect 这是平时的课室啦 其实也比较有趣哦 and an instructor 然后也会有一个老师 在那边to consult for 你可以问问题 ok for immediate feedback 他会给你立刻feedback 立刻可以回复你咯 对不对 lags in online learning 这些都缺乏了 在online learning 这个哪些题是 ok un suitable for hands-on fields 不适合那些hands-on 就真的是要去动手的东西 ok 比如说你想到动手 你想可能医生要开刀 当然这个确实不能 there are courses 那个叫动手啊 hands-on的领域 feels就是领域 ok 动手的feels就是领域 ok 所以there are courses 有的课程 that require 给他们用到了 需要 需要很多practical sessions practical就是讲实习的 有一些课程 真的很需要实习 对不对 的一些课程 比如说 surgery 动手术啊 只能动手术啊 medicine ok 手术啊 是这样写吗 手术啊 医药领域 医学啦 medicine and sciences 各种的科学 你要做实验等等的 you will need a lab 你要需要实验室 which online programs cannot offer 我们可以看video 可是你就是没有得动手做啊 所以这个就un suitable 不适合 这个是他的坏处啊 我们在讲的啊 ok 再来 stressful for those with weak character ok 对于那些比较弱的character 刚才我们也用到这位character 就是性 平行啊 如果你平行不够坚定 比较弱一点啊 我们讲 就可能会很stress ok 刚才我们讲啊 刚才我们讲 要discipline 要什么对不对 像是相反的东西哦 if you are the lazy type ok 如果你只能懒多 never puncture 从来不守时 punture 守时 看回上面啊 and love postponing task 即换 postpone 你知道postpone哦 延迟 你喜欢延迟做功课的 task就是你的任务 功课等等的咯 这样的话 online learning will be a waste of time and money 这样的话online learning 是一个浪费时间 浪费金钱的东西哦 ok 我们讲的是表示大学的 大学没有人会管你 我们现在的是中学 老师一定要管你啊 不然妈妈拍你的照片 先给我跟我讲 你在随住上课 然后问我我要怎样 ok 这个是你们自己要做的东西 要讲真的 我们真的做不到怎样 可是我们尽量做的就是 逼你开video咯 跟你上live classes咯 可是你要想大学的话 要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在写这个作文 你不要只是在想中学 你可以想online learning 大学的话 他们怎样 这个就是他一个坏处了 如果他真的是这样的人啊 online learning就是真的浪费他的时间了 因为他根本没有discipline去完成他 没有人逼他是不可以咬的 这样 This is especially 这个尤其对的 他讲的 对于那些professional courses 就是那些专业的课程 ok 专业课程有很多啊 专业课程就真的是比较在讲大学了 ok There is no tutor to follow you up Tutor也是老师 没有老师 没有教你的人去跟你follow up 你知道follow up就是去追你的功课 是什么这样咯 Better go for ordinary classroom based courses 这样的话更好的是你去 ordinary就是普通的 多一个资料 普通的 ok 平时的 所以你可以用 traditional classroom setting usual learning 或者是usual classroom 或者是ordinary classroom 看到吗 这是classroom based courses 就是以课室为主的课程 ok 再来最后了 possibility of distractions 也有可能性有干扰 ok我找很多干扰 所以你看看下 想要看别的东西 对不对 看看下 尤其是live的课程 如果你没有讲话 你没有听老师讲 你没有应老师的话 老师没有问你问题 你是不是真的在按电话 在后面对不对 尤其上你用着电脑和电话 同时兼用的人 也是很多干扰 所以会有 这一个 很多干扰的可能性 好像现在你在看video 是不是有在做其他东西 是不是 ok 所以 这也是坏处 if you are taking online programs from home 可能你在家 or a park 在公园 ok 这个park应该不是只是公园 有其他意思 for example be sure that there will be disturbances 他讲 ok 他讲for a park for example 就讲比如说你在公园的话 ok 你要确定肯定会有干扰 disturbances 就是distriction 就是干扰来的 一定会有 it could be noise from your children 所以有的人 他在家还有小孩啊 所以家人其实 就是爸爸妈妈 其实现在是很辛苦的时候 因为他们也要走工作很多 然后小孩那边逃 ok 可能不是你啦 或者是更小的小孩 然后people moving around 然后有人走去干扰 friends who want to stay hey 所以可能你在park 然后朋友经过跟你讲 hey or you may easily switch off 或者是你就很容易就可以 关掉了 bottom line 简单来说 the environment is so tempting 那个wanting 是那么的诱人 tempting啊 是诱人 这个you啊 this啊 看到吗 that without discipline 如果没有discipline的话 you may lose track of your goal 你可能真的是会 没有 就是你失去方向 没有跟你的go走了 ok 所以这里我不讲了啦 记得啊 my map 三个好处三个坏处 参考一下我给的那三个图形 ok 待会我解释的东西 我给你三个图形 你到来 下来 你就可以看到了 参考一下 记得需要有什么东西 ok 好了过后 第二个task 所以你要教啊 第二个task是100个字 你的online learning experience 是现在during这个mco period ok 你整个过程啊 你可以写任何东西 我要100个字 可以运用自己的东西 你觉得它好处坏处 或者是 写你的经验罢了也可以 我要的是100个字 两个东西啊 一个mind map 一个100个字的online learning experience ok 我会再po出来 你可以看到我叫你做什么的 就这样啊 拜拜啊 然后过后 回答一个quiz啊 今天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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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